大家好 现在是2018年7月26号星期四的凌晨 也就是2018年7月25号的晚上 我老婆睡觉了 我自己给大家加一气 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和到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及欧盟代表团 今天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双方在美国和欧洲贸易方面达成了好几项的重大的共识 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说 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了这次美国和欧盟会谈的最大的输家 之前我就说过 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现在可以和欧盟一起联欧抗美 我当时说过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目前的欧盟基本上是左派当道 欧盟两个最大的成员国 两个带头大哥 德国和法国 他们现任的这一届政府 全部都是白左的政府 我之前就说白左和毛左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巨大的 某种程度上白左对毛左从内心里是一种瞧不起 是一种嗤之以鼻 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有非常重大的差异 所以中国妄图想要联欧抗美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手是伸不到老共这个手绝对伸不到德国和法国去 但是美国和欧洲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点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对于欧盟来说 美国才是它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欧盟和美国之间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关系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关系 双方加在一起的GDP超过了全球的50% 所以欧盟绝对不可能为了中国而放弃对美国的关系 和中国联手去对抗美国 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就是说欧盟有没有可能也对川普不满意 也要跟川普就斗一斗 就是说跟中国联合不可能 但是我单独的跟你斗 有没有可能今天看来也宣告失败 就是说明欧盟现在你可以说是屈服 但不能说屈服吧 我觉得就是说算是合作吧 算是在跟美国合作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就是达成了哪几项协议 比较重要的 一个来讲说是美国和欧盟将一起来实现 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零关税 零壁垒和零补贴 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这是利好消息 这还不是今天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我要说到 要注意这会说的是非汽车工业产品 但是我相信未来随着谈判的深入 对汽车工业产品也实现零关税 零壁垒和零补贴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欧洲它的汽车工业也是非常发达的 并不比美国的汽车工厂或者汽车工业差 它是完完全全有能力和美国的汽车公司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来斗争 一起来竞争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看好 就是说随着谈判的深入 过两天或者过一个月两个月 对汽车行业也实现零关税 零壁垒零补贴 第二个来讲 就是说对美国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就是说美国和欧盟承诺 将一起解决钢铝的关税问题 昨天我们说到了 就是说美国对欧盟的钢铝增加关税之后 影响到了美国的一些公司 像我们昨天说到的叫惠尔普 美国的洗衣机公司 台湾媒体也说到了 说惠尔普的股价暴跌了 说跌了差不多超过10% 我相信这个重大利好一旦出来之后 我想明天惠尔普的股价 可能就会有反弹 我相信像今天这么重大的利好来讲 明天的美国股市应该整个会有一波 一波小涨一波反弹 钢铝关税完了之后 另外一项就是说 欧盟同意将从美国进口大豆 这个来讲 我觉得是对中共的一个暴击 可以说真的是1万点的暴击 中国目前来讲 在中美贸易战上 中国最大的手段实际上就是 对美国的大豆 对美国的大豆进口 这是对美国伤害最大的一点 如果欧盟能够增加 从美国进口大豆的话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基本上老共现在手里 就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武器了 对吧 中美贸易战如果大豆这问题 一解决的话 那剩下还有什么 无非也就是 再有就是说人民币贬值 也就是所谓的汇率的问题 另外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国债 国债我已经说过了 卖国债来讲短期 可能你集中的在短期里边 你往外狂洒一批 有一个短痛 我们承认 但是长期来讲 最终受到最终伤害的还是中国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你真的你把美国国债你都卖了 你卖完之后 你不就换成美元了吗 换成外汇回来了 你中国你拿着这么多外汇 你干什么 你拿这么多美元干什么 你回家包饺子吗 你拿着这钱 他不可能吗 对不对 你想你当初 如果你拿着这些外汇 你有好的其他的 可以就是说取代或替代 就是说美国国债的投资手段的话 他当初早就做了 对不对 他当初他找不到 他也是被逼无奈 他没有办法拿着这些外汇 他在手里抓着 他也不能拿着包饺子 对不对 他就只能就是说去买美国国债 你如果把美国国债卖了之后 你拿下这些外汇 你去干其他投资 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很有可能最后就是说不好听 搞不好 不挣钱还得赔钱 得不偿失 是不是 你把它卖完之后 对于你长期来讲的话 而且如果你是狂卖 美国如果就是说对你进行制裁 认为你是恶意行为 然后美国以后就是说拒绝中国政府 再来买美国国债 怎么办 你就彻彻底底的失去了一个 一个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来讲 一个最好的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手段 真的你如果就是说你低价恶意的 就是去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的话 美国很有可能把你就是拉入黑名单 以后不许你再买美国国债 不卖给你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来讲 欧盟这次又同意了 同意什么呢 将从美国增加进口液化天然气 哇 这个来讲 昨天我们也讲到了 我们昨天讲到就是说事实证明 川普和普京见面之后 达成了某一种共识 就是美国 其实让某种程度来讲 是放弃了叙利亚的反对军 等于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对叙利亚的控制权 之前我们说过美国和俄罗斯 对叙利亚的问题 虚大一个弹丸之地 这么重视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了俄罗斯向欧盟卖天然气 因为他在天然气管道想要他要在这间天然气管道 他要扑过来 所以他需要这个地方 俄罗斯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那么美国实际上放弃了对叙利亚的反对派的支持 放弃了叙利亚之后 实际上就是默许了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 对不对 就默许了俄罗斯向欧洲卖天然气 当时我就说这个亏其实吃的比较大 是吧 那么我当时认为就是说川普吃了这个亏之后 肯定是要拿他换什么 我相信他跟普京谈的时候 估计双方达成了某一种承诺 就是说美国承诺 对把叙利亚就让给俄罗斯了 普京当时可能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我不知道普京承诺了什么 当时我们有一个分析 但是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咱们要看后面 看真实情况 看普京到底承诺了什么 但是我想普京今天看到了这个之后 估计在家就是骂娘了 你知道吗 觉得又被川普的老小子骗了 何至你让你把叙利亚给我了 然后你也不管天然气了 何至就是说我相信 我相信今天美国和欧盟谈的这些事情 绝对不是今天这两个小时谈妥的 这两个小时是象征性的 今天的记者发布会 实际上这个发布会的内容 我相信在昨天 甚至可能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之前 可能川普心里就有数了 美国和欧盟的这个谈判 绝对不是今天7月25号 今天下午才开始谈 谈了两个小时就有这么多的成果和收获 这是胡说八道 我觉得双方在私下里 谈来谈去的 讨价还价的 我觉得最少有半个月到一个月了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在川普和普京见面的时候 川普已经知道 今天他跟欧盟开所谓的 这种象征性的记者会的时候的 这些东西 也就是当川普答应普京放弃叙利亚的时候 实际上川普已经知道 欧盟已经同意要从美国 要转而从美国来增加进口 伊哈天然气 来取代俄罗斯天然气 对欧洲的控制 所以我觉得我能想到的话 普京肯定能想到 普京在家肯定是骂川普这小小子娘了 你知道吗 给川普插播广告 你知道吗 说又被老头骗了 从这来讲 这次可以说 美国和欧盟今天的新闻 发布会的 发布的这些消息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伤害 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川普和普京谈判的时候 普京答应川普的那些事 还能不能实现 就不好说了 因为普京一看好你小子 老头你又骗我是吧 那么但是我还是这句话 我觉得如果美国和欧盟联手的话 中俄基本上就不放在眼里了 我觉得这一次对 不管是对普京还是对习近平 都是一次一万点的暴击 我相信这一次伤害之后 很有可能促进中国 在中美贸易战上更快的让步 我觉得这一次暴击之后 我现在越来越不认为 中共能够挺到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了 因为习近平也好 中共也好 他要把中美贸易战一直拖 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目的 实际上就是为了打击川普的中期选举 希望能以此让川普的中期选举失败 但是如果欧盟顶过来了 顶替了中国的位置 来向美国购买大豆和液化天然气 如果欧盟和美国真的能够达成共识 在11月份之前 解决掉纲理的关税问题的话 那么川普的中期选举是板上钉钉的 百分之百的 没有任何的悬念 这个时候中国作为假想敌的存在 只不过更加的增加了 美国民众的那种民粹主义的精神 使得美国民主更加的 就是说有向心力更加的紧紧的 促动在川普总统的周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一次向中共政府提建议 现在还不如赶快就顺水推舟 做一个现成的人情 就是说我们对川普好 我们马上川普总统 我们送你一个人情 咱们中美贸易战咱们和谈 我们就为了你的中心选举造势 因为习近平先生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我们自媒体 反正如果你看的话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看得出来吗 没有戏了 放弃吧 再抵抗下去 毫无意义 真的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